歡迎來到學用數學 數五學有用 在章節呢 我們已經做出這個多重更式 接下來我們想要建立兩個滑動條 歡迎來到學用數學 數五學有用 在章節呢 我們已經做出這個多重更式 接下來我們使用滑動條來控制這個更式的 接下來我們使用一個滑動條 K到8 步驟1 那K的話呢 我們一樣從2 那這邊的話呢 到這個10 那這個步驟是1 那對於這個四值呢 我們要怎麼改寫 我們先把它複製一份 接下來呢 這邊再來插入 這裡呢 其實我們輸入這個n 這邊用這個n 那接著這個初始值呢 剛剛3的時候 這邊是2 其實這邊再改成n-1 那這裡的話呢 它要有K重更式 這邊事實上是n加k-2 這邊再乘上 這個n加k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效果 對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把這個k呢 再稍微調多一點點 這樣子呢 就會得到這一樣的四值 那我們可以來調一下這個n 譬如說是4的時候 這裡兩項的時候呢 6是24 24加1 開根號是5 這也是對的 那接著呢 再把它換的時候 好 這是36 64 24 然後這邊一樣也是得到一樣的這些結果 右邊這四值也有類似的規律 那其中這些 其中這個參數結果呢 也讓大家自己觀察再試看看 我就不做解說了 好 那在使用這個n跟m的時候呢 快會有個問題 就是我等下越拉越長的時候呢 它整個呢 就會跑出畫面了 所以我希望這變大過程呢 讓字體呢 可以稍微自動縮小一些 對 我們先輸入一個比較基本的scale bar 這是斜線scale bar 那我們現在放大兩倍好了 對 然後這樣刮起來 可以看到呢 這整個變大非常多倍 那如果我們今天呢 我們希望放大的倍數呢 是一個這個 隨著k而變的 所以我們這邊呢 輸入一個是comber 好 那這邊呢 就輸入這個 0.9的 k48 它就會隨著這個 k變大而縮小 那一開始我們先從2開始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再確定 一開始它上次放大兩倍 但是接下來呢 我會逐次的再縮小 對 雖然它這時候乘數變多 但整個文字呢 也會跟著縮小 所以它畫面呢 才不會有著突出去的效果 裡面這兩個參數呢 到底要設多少 你可以根據你的畫面 還有k的長度來決定 這節通過滑動條跟scale bar 我們就可以達到一個 動態縮放大小 與長度的這個 多重根式 那關於這個案例呢 還有一個小部分 就是這個 說明的部分 那下一節我們就想要介紹一下 文字上色 跟這個文字的 劍詞出現的效果